非核家園是当今政府施政的重点之一 但也间接造成了供电的压力 因此台电就规划在龙潭区高原里的一处现有变电所 要扩建成天然气发电厂 而这样的做法立刻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对 他们组成了自救会 向市长郑文燦递交了上万份的连鼠书 而郑文燦也立刻明确表达反对立场 一整箱上万份的连鼠书 都是龙潭高原社区的反对声音 为了阻止电厂进驻 当地民代与高原社区的民众 亲自来到市政府向市长陈勤 而郑文燦也立即表态 反对电厂盖在高原社区 我想这个计划并没有跟地方政府沟通 所以我很快的跟经济部 跟行政院表达 那作为市长 我是反对设置这个高原发电厂 所以我跟郑文表示说 假设台电真的想设的话 那地方政府合法的执照不会给 包括天然气 包括自来水的管线 会拿不到挖掘许可 那郑文了解市长 这个强烈态度以后 已经指示这个环保署退回环平 那也指示这个暂缓这个计划 来到高原社区 斗大的布条相当显眼 可以看出民众反对的决心 当地的居民拥有高度环保意识 高原社区也多次获得环保节能的奖项肯定 也被评定为绿色社区 如果有高污染风险的电厂进驻 对居民们来说也真的是一大讽刺 就是太冲突了啊 所以我们才会很强烈的反对啊 我们正在推低碳 推油机 然后营造这个社区的温馨 然后你一个大污染物要来我们社区 这么大的冲突我们怎么可能接受 我们的自救会会继续用另外一种形式来推动 我们现在采取不定时的一个游击队的一个方式 只要呢这个台电在这块土地上 它并没有停止 它想要来这边盖厂的这种 这个没有打消这个念头 那我们的自救会就会继续不断的来运作 市府方面表示将持续向中央表达 希望废止整个计划的立场 而当地自救会也说 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发展 直到计划确实废止之前都不会松懈 台湾有线新闻林德操采访报导